昨天晚上11点呢,在成都促桥龙井中间是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,一辆越野车撞倒了一名男子之后,司机是弃车而去,不过要大家觉得非常蹊跷的是,受伤的男子躺在地上一脸茫然,他说自己并没被撞,也不知道身上的伤从何而来。 昨晚夜已深,原本平静的成都市促桥龙井中间路口,却因为一辆车和一个人热闹了起来,警灯闪烁,人群众多,大伙都围在一个满身泥土又带着山的小伙子身旁。 面对众人的询问,小伙子却不知道自己身上的伤,是从何而来。 而在不远处,停在街边人行道缺口处的一辆本田CRV越野车,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 一辆车身看上去并无异样的汽车,与带着一身泥土还受了伤的小伙子之间,到底有无关联呢? 经过大伙子细查看,终于发现了端倪。 估计 一条弧形的刹车痕迹在路口的拐弯处延绵了二十多米长,从主道延伸至街边的人行道上,汽车的伤都集中在了底部,而人行道上的两根石桩也都被连根撞断。 这下没错了,这辆越野车确实在这出了车祸。 大伙分析,小伙子肯定是被这辆车撞伤的,可小伙子却说自己没有被撞。 这下大伙都纳闷了,会不会是小伙子被车撞晕了,还没回过神来,可站上的很多围观市民都说,从发现小伙子到现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,他一直都说自己在花台上睡觉呢。 这就说着,小伙子的亲戚赶了过来。 原来小伙子是这么伤,确实是被那辆冲上人行道的越野车给撞的。 因为一直缺少了司机的出面,也使得这场车祸变得扑朔迷离起来,而大伙更多的是被司机汽车离开行为的气氛。 正当大伙都以为事情终于可以真相大白之时,又听到了一个更明远气氛的消息。 随后受伤的小伙子被120急救车送往了医院接受治疗。 目前警方也正在对这起事故做进行过调查。 本台记者为您报道。